朝鲜三天前才刚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如今又往朝鲜半岛以西海域发射几枚巡翼飞弹 相信飞弹的最终是坠落在中国黄海 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消息指出 朝鲜是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 往朝鲜半岛以西海域发射几枚巡翼飞弹 有关区也是中国的黄海海域 韩国军方指出 他们正和美国情报机构分析这些飞弹的参数 同时密切监督朝鲜的其他军事活动 朝鲜近来动作频频 外界认为主要是反制美国和韩国的军事互动 感谢观看